欢迎来到Mark的多面人生 哈喽所有酷我音乐的朋友们 哎呀今天啊就是要跟大家聊的不一样了 那聊的是什么呢 还是我们Mark的多面人生当中的 与粉丝有关的一切 那和粉丝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来先有请我们的Mark 跟所有的粉丝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聊宝宝宝 我是高三名的Mark 段依安 啊嗨 yes 是那这一次呢 我们要再和 嗯 马克来聊聊哈 其实你知道吗 很多粉丝都特别的爱你 描述一下 你觉得你身边的很多的粉丝 他们什么时候最可爱 最可爱 对最可爱的时候 嗯 那是 我们表演时候 嗯表演的时候 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唱歌 哦 就唱就 跟着我们唱歌的时候 我觉得是 最可爱的时候吧 啊 嗯 那呃 粉丝们做的哪些应援 会让你印象深刻 呃表演以后 嗯 有时候会准备这些小视频 给我们看 嗯 然后就会说什么 呃 我们会一直跟着你们啊 什么 嗯 永远不离开你们啊 这些的 嗯 所以就很感动 很感动 感动 我们都很感动 然后就 是会一直记得 我们会记得这个 嗯 那就是比如说 很多粉丝在台下应援的时候 嗯 你这个时候你在想什么 想什么 对 啊 就 没有想什么 就真的很感谢他们 就谢谢大家 嗯 就心存感谢 对对对 就一直心里在信着他们 一直在谢谢他们的时候 那粉丝 他也特别爱你嘛 对不对 他就给你起一些名字 你知不知道 粉丝们给你起的名字 都有什么呢 啊 啊 我没有听过很多 我只有听过啊 有什么 有 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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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 嗯 可是他们平常叫我说 就只 只是叫我名字 段银恩在哪 就叫段银恩 段银恩 哦 还有什么 嗯 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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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恩 还有是 团团 团团 哦 我也听过 我也听过 团团 对 我团团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怡恩 怡恩 哦 怡恩 怡恩 团团 马克 恩恩 嗯 对 所以你最喜欢哪个 啊 我最喜欢的是 啊 恩恩 恩恩 最喜欢的是恩恩 哦 我觉得听起来很很可爱的 就很可爱很可爱 然后就说出来的时候 真的很就比较方便一点 就很简单 很简单 然后就怎么说 很好发音 贴贴的这个 嗯 就嘴巴 嘴巴就说出来很简单 对对对 就是 the pronunciation is very easy 恩恩 恩恩 嗯嗯 是不是 嗯嗯嗯嗯 对就是因为 恩恩嘛 然后我们 中国中文发音会 会 嗯嗯嗯嗯 对吗 对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很多粉丝们 也会管你叫 LA大佬 大佬 LA大佬 big boss yes LA大佬 你觉得为什么粉丝们会叫你LA大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嗯 可是我觉得这个 不适合我 LA大佬 你觉得不适合你 哦 为什么 因为大佬 说的时候 就会觉得 就看电影的时候吧 不是很凶的这个 很凶的 对 我看起来有胸吗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 哦 这再过几年可能 会比较manly一点 就是男友 比较 比较 对 那个时候我觉得 可能会是大佬 会是LA大佬 现在还不是 现在小 小佬 小佬 可以说这样子吗 可以 可以说小佬 但其实基本上都不说小佬 但是你可以说 你是 LA小鸟 小鸟 那我是LA小鸟 小鸟好吗 跟着 不好不好 小老 小老好吗 小老也不好 大佬 大佬 对 他们都好喜欢你 你们 好 那我是LA大佬 好 跟着粉丝们一起 是 那如果你说 你送给粉丝礼物的话 你最想送什么呢 哦 想送给 送给粉丝 就 我想给他们 最好的mark 最好的mark 因为 我觉得就真的 就实力 这些 这些东西都还 还有一点 不够 嗯 觉得不够 所以就 更努力一点 这样子 给粉丝 怎么说 就比较好一点的表演啊 这些 可见 所有的粉丝 喜欢你是有原因 因为你是一个 很涌力的人 然后要把自己 最好的面 呈现给粉丝 对不对 是的 所以那 你知道你的粉丝们 都说你是一个 神秘主义者 你觉得你是吗 神秘主义 对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因为 就我很安静 话也不多 所以他们就可能会这样子 就会这样子想 我是这个 怎么说 神秘 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 对 可是我觉得我不太是 不是神秘的 但其实你也有很多话 想跟大家说吗 我不太会说 我想 我的想法 不太会说想法 也不会 不太说 感觉的这些 怎么说 我平常就 跟朋友 也不太会说的 这些东西 我知道为什么 他会这样子想 是 所以因为你平时 话很少嘛 然后呢 就是很多粉丝也会说 你是神秘主义 也会说你是 佛系爱豆 说你对这个放送量 没有什么野心 希望你平时可以多多说话 那你觉得你是佛系爱豆吗 佛系爱豆 这个是呃 我这次来学的 知道刚知道的 刚知道 所以佛系爱豆 我觉得 呃 我是 我觉得是佛系 为什么你是佛系 我有 有事发 发现 有发现的事 就不会太 管他 不去管他 就已经 已经发现的话 就 就让他过 就听之认之 对就 有什么事就一直走 嗯 就 我这个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顺其自然吗 对对对 嗯 就很顺 顺其自然 哦 所以 就很多事情就 该怎么发生 就让他怎么发生了 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 你自己是佛系的人吗 我觉得 我觉得是 是佛系的人 哦 然后你也平时 不是怎么说话 对 就就有时候会很闷很闷 哦 你是一个就是平时很闷 有什么事会很闷 可是就 以前过了 就没事 就随便吧 这样子 哦 随他吧 嗯 随他 很多粉丝喜欢你 有很多喜欢你这一点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很多粉丝喜欢你吗 嗯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又一直这样子喜欢我 就一直支持我 我也努力了 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粉丝们你们知道他 为什么喜欢他吗 对应该是粉丝们 应该知道 他们会知道 对 所以说如果大家 要是喜欢马克的话 欢迎大家在马克的微博下 给他留言哈 然后把你喜欢的原因 要告诉他 如果给你安排一个机会 让你去跟粉丝约会 约会 对 给你安排一天 跟粉丝们约会 你会怎么去安排 这一天的时间呢 我觉得 我不要安排 我给粉丝安排 所以 粉丝 粉丝想 想做的 那天想做什么 我就跟着他们 一起 你就陪着他们 陪着他们 对 他们想干什么都可以 是 是都可以的 可是 是都可以的 对 大家听到了吗 就是 如果要是跟你们约过一天的话 你们想干什么 他都会陪着你们干什么的 哟 想看电影 就一直去看电影 想吃什么 就跟着去吃 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我们在做节目 但是很多 朋友们想听到你的 这个声音的话 然后呢 想要看到你的话 都还蛮难的 那很多朋友 也就只能关注你的 这个微博 那你微博开通了之后呢 很多的粉丝都来关注你 那今天你能不能给 所有的粉丝们 一些福利呢 谢谢大家 一直关注我的微博 我知道 在微博上 我发的还不够 发的还少 可是 我会 努力 多发一点 给大家看 就一直 关注我的微博 然后关注酷娃音乐 可以来听我们的 我的声音 是的 那也希望所有的 酷娃音乐的朋友们 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酷娃音乐 来听听我们的 Mark的声音 那今天你能不能给粉丝们 一个福利呢 给他们什么 这个 这个录完以后 录完以后 那我 我发 发个微博 好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吧 不要 不要 撒娇吗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粉丝 你们满意吗 不满意 不满意 那不满意怎么办 那怎么办 要怎么办 唱歌 唱歌 可以给大家清唱一首歌吗 要 要唱什么 一两句歌 唱什么歌呢 我们的位 嗯 那唱一 OK OK 好 那我们Mark会给大家带来一段 他的说唱 他的好听的歌曲 我换句的话 怎么办 可以 我换句话 好好听 好听 好 那 那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我想就是让你跟所有的这个粉丝们表达一下你的这个心情 对所有的鸟宝宝宝宝们表达一下你的对他们的爱意吧 嗯 就真的 说说了也说不够 就是一直谢谢谢谢大家 嗯 我是呃 是没有很多机会可以来到这个国内来嗯 呃 见大家 可是呃 更努力一点 然后就呃 有时间的时候就多多来 见大家 嗯 谢谢大家 我爱你们 嗯 好 谢谢 那么好了 那这一期的酷音乐的 嗯 Mark的多面人生 到这就结束了 那Mark跟所有的粉丝们 然后说再见吧 嗯 再见大家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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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